另外这地点是在屏东县三地门乡这边 这边有很多戴天府的原住民信徒 这一次他们到台南来进乡 不过可能大家太嗨现场太过热闹了 就有原住民拿起手中的猎枪对空鸣枪 这样的动作吓坏了好多乡客 其实开枪庆贺可以说是原住民的传统习俗 不过在这个人多的一个情况之下 有民众说寺庙放鞭炮就算了 这样子小心如果放子弹会吓坏所有人 从屏东出发的信徒进入台南带天府进乡 三百多人声势浩大 不过沿途不只是放鞭炮居然还对抗鸣枪 一声一声巨大的枪响在广场回荡 把不少的信徒吓到 只见五六支猎枪的枪口不断的冒烟 轮流开枪庆贺 在满市人潮的广场上开枪 这也未免太危险 这个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都会带一些就是猎枪表示 一种很神圣的一个队伍 根据当地的传统习俗 带着猎枪参加是出于尊重 只是猎枪具有杀伤力 尽管开枪的原住民拥有枪支执照 只是在人群中开枪难保不会有风险 那我们的猎枪是很安全 我们是往上对空冰枪 而且会对空包弹 对空包弹而已 虽然只是空包弹 不过却吓到了不少进乡的民众 而且依照现行的法令 没有向警方申请就开枪 恐怕在施法性还是有争议 就是猎枪的语言 感谢观看